30年沒有輪替嘛 所以人家說 生肌抓走生肌不好 那民進黨當然 因為30年不必輪替 而且他不必做台南 他認為台南市民 還是會支持他 所以 依舊他們還是維持 你老實說你不是你殺的 跟你沒有關係 是嗎 企划也可以 人的比較 那 就可以比較出優劣 如果你用政黨比較 確實國民黨在這裡吃虧 換個角度講 今天如果黃偉哲 代表國民黨 謝龍介代表民進黨 我跟你講不必說躺著選 我都可以讓他20萬票 30年沒有輪替嘛 所以人家說 生肌抓走生肌不好 那民進黨當然 因為30年不必輪替 而且他不必做台南 他認為台南市民 還是會支持他 所以 依舊他們還是維持 西瓜的思維 所以西瓜的思維就是 你們差別呢 不管你誰怎麼合 在野怎麼聯盟 你們怎麼弄 反正最後票都會投給我 你自己的男市民生 你知道 你自己的感受 實之無畏 去之可惜 這三年 半來啊 將近四年 台南第一個沒什麼亮點 第二個沒什麼建設 然後交通比以前更亂 官場文化更複雜 一人當選 選一個市長 變成三四個人在幹市長 我這一次去 這個沿海重店的地區 普遍都跟我接觸以後 覺得他們真的霸道了一點 而且身邊的人介入太深 然後你老是說 你不是你殺的 跟你沒有關係 是嗎 氣花買的 他還怎樣 所以硬要打分數的話 你說打他不及格 就不忍心 對不對 那應該在65到70分左右 你也不能說他沒有做啊 一些花花草草 鋪了 道路 鋪了以後又挖 挖了以後又鋪 還是有 可是你把這些錢 弄在這邊 是不是錢有沒有 花在刀口上 最可惡就是說 咦 我們不要做 有什麼在四個人都沒有做 我們沒有做 沒有錯 台南人 我們沒有做 他還會回家 他們選舉都說 三名不好意思 三名就十名不好意思 每次都講 起雲陶雞 你是陶雞 你有看過老闆要找員工 還要請家嗎 那鄉親跟我講 你們男人 你們國民黨 真的就是 看到你真的能走路 宜村跟農村 那直接跟農民 宜民對話 因為我是在 在地60年 我知道哪些可以做 現在市長都未必知道 哪些可以做 他沒有這種破例 沒有這種勇氣 然後 就沒有這種決斷力 他不是壞人 可是他就少了那種破例 所以台南市民就覺得 沒有什麼光明感 所以我要做就是這三點 交通問題 再來就是 馬上辦中心 還給兒童一個夢幻式的主題功能 你看我現在每天掃聲 就是這樣 到晚上早上好一點 然後就開始慢慢 又開始掃聲 我已經在廟口演講 107場 跟鄉親直接對話 理性的呼喚 所以我們是倒吃甘蔗 而且有信心 我知道沒有行政資源 他是大撒幣 撒下大把的行政資源 買媒體 包括民調什麼做 應該做到90%才對 怎麼會只做到70幾%呢 既然要買了嘛 就瞎動一點 對不對